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刺激者说 见到警车起火 听到枪声 创手被击毙 这里距离首个行空地点车程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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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程中 警员深夜大约11点半接报在最先案发地点 诺雅斯科省香郊小镇塔皮克一间屋内外发现多具遗体 同一时间小镇多处有房屋起火 警方相信51岁的枪手牙医沃尔曼假扮成警员施集 行空之后再拿着偽装承警车的汽车离去 期间再在多个地点开枪 塔皮克是避暑小镇平时只有一百多人居住 枪手在这里和身亡游站所在的小城市都有居所 初步相信枪手最初是有意图杀害首名死者 之后再随机无差别杀人大部分死者都不认识枪手 通宵搜捕期间一个任职23年的女警殉职 另一个警员受伤 总理杜鲁多形容是可怕悲剧为问受害者家属 刚刚就看完一条很短的短片 我个人觉得很失落 外面的外奸觉得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枪击案 我们觉得其实这个疫情令到今时今日 这宗枪击案出现了 或者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这宗枪击案出现了 其实是不是他自己真的这样突然的情绪爆出来 所有东西其实我自己本身不是社工 这是我们家和很有经验的团队教识我的 所有行为和情绪有一个爆发点 本身你是有一个underlying cost 已经很久了 是一个已经酝酿了很久的暗庸 是长年来月的 是有些事情要说 但是环境和当时的转变 他人生的经历会令到他trigger 他有个行为上面的转变 这个假牙丝其实我相信 他是在疫情之前 他应该不会生活有问题的 他有一间四间假牙诊所 他有个女朋友 然后他不知为什么可以有丑窗 但是在疫情方面 已经收了几个礼拜了 所以四个生意都不可以做 其后有说过他和女朋友的矛盾是升级了 接着他们的conflict是越来越严重 有紧张性 关系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有一天拿着枪出去 其实是知道他女朋友 会在哪里有目标攻击他 但是就变了很多人做了他陪葬品 他的目标攻击他 他和他女朋友中间发生了一些事 加上所有生活的环境的压力的影响 就像最后一根稻草 令到他有个爆发点 如果他爆发之后的行为 就是竟然是云场数学去杀人 那你说为什么他会去到 自然而不是杀她女朋友呢 又会杀了那么多人呢 这个只不过是要揣测的 就是我想我们不要央住这件事 对不对 但是对一个人来说 他可能会 我做错了一件很大的事 我之后应该怎么办呢 不是个个人有勇气 哎 我做错了事我停手了 認罪 改革 或者受刑 可能他會 我都不知道怎樣處理 然後我要解決他 他的解決方法就是 可以是對自己 或者對人 如果他的解決方法是用暴力去結束這件事 那他會傷害自己 或者傷害人 可能有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都控制不到 他就會這樣做 傷害了自己和其他人 我們將這件事再豁範為大一點 作為家和 或者是社工團隊 或者我們這個家庭服務團隊這樣說 有些什麼情況 如果是針對這件事 有些什麼情況 其實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我們可以幫到這個槍手呢 正視自己的情緒 正視到家裡頭發生的問題 能夠解決 當然是我們希望能夠解決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當你有衝突發生的時候 你該怎麼處理 然後如果說你是在這麼獨 在這麼 isolated 在這麼隔絕的狀況之下 你怎麼幫助你自己 你怎麼幫助你家裡的人 那我們說有的時候孤獨會創造出很多的問題 那在這個時候最好的方法打個電話 我們透過電話 透過網絡 我們可以跟我們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的家人 能夠做一個聯絡 做一個聯繫 你自己不是一個人 你不是一個 在那裡的一個孤島 你旁邊還有很多人 大家跟你一樣 都沒有辦法出門 都沒有辦法互相見面 可是大家都還是在自己的家裡 所以透過電話 透過網絡 我們開始做這個連結 那如果說是 住在一起的家人的時候 給彼此一個空間 之後再來 針對問題來慢慢地討論 慢慢地解決 我覺得有一點可惜的 其實 說真的 大家都是同金共苦的 大家都是一起共渡難關的 其實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是真的去傷害了自己的女朋友 然後再去傷害一幫很無辜的 而是很想繼續生存的人 所以其實我覺得 經常人都這樣說的 就是 我的身體要健康 我的人要健康 那我就可以長命百歲 其實我已經覺得不認同 是她的心理 和她的生理 都要有一個悉心的健康 我們才可以再長命百歲 是的 也包括我們叫做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不管你只要吃有營養的東西 誰做可以喝多點水做運動 其實心理 你居住的環境是否安全 你會不會有適當的 穩定的收入 令到你的生活條件OK 你和周圍的人的關係 就是social interaction 是否有高質素 這些所有你的教育程度 有沒有工作 全部都是影響了你的健康 所以全都是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她在疫情之前 大部分的事情都沒有什麼 但是跟女朋友有些關係磨擦 但亦都是因為這件事的關係磨擦越高了 但是她的疫情令到所有其他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都影響了 你不知道她的 business 會不會受影響 於是如果很多東西是抵押品的話 她的住屋也會受影響 但是對於槍手來說 或者對於一個情緒不穩定 而做出一些異常行為的人來說 她去做的異常行為 對她來說可能是一個 coping mechanism 但是就是用錯了 就是我們要 如果是心理輔導 就是幫她找一個正確的 coping mechanism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情緒的 我們是要面對她 我們窮會擔心 我們不夠吃東西會肚餓 我們跟家人關係不好 我們會憂傷 會憤怒 會睡不著 這些情緒我們是要正視的 我們不應該是flatten the curve 我們不應該強行去壓低它 因為壓低都沒有用 這件事是會存在的 但是我們要做的就是 如何控制我們自己的行為 而不是讓情緒去控制 在這個個案裏 就被情緒控制了她的行為 但是正常人是不會這樣做的 我出去走個圈 甚至分開一會兒 冷靜點生意回去聊一下 解決問題不是用槍桿子 解決問題 如果是情緒主導的方法 其實所謂的解決問題 只不過是硬要將她的Hot stop 結束去 但其實那個關係結束 很多問題都不會結束 會更多其他問題 可能她會受牢獄 可能她這輩子 跟所有家人朋友的關係都不好 她的行業會永遠不翻身 即是我們情緒影響行為的時候 看來就可能炸 以及短期衝動 我們需要在這個情況下 看開一點就是這樣解 即是看長遠一點 以及不要只面對現在一個問題 你的所謂解決方法 可能會引申很多其他問題 不如這樣吧 現在因為這件事還未判 這件事還要等待她上庭 之後再去判決 我們看完這個心理 以及社工的角度 看完之後 記住有任何的情況 我們一定要叫回這個中心 這個家和中心 就是416-97-98-299 如果是真的受到害 受害 或者是 知道人會受害 是的 打狗一日 去令到自己安全了 然後我們才去令到自己 再有療程 去令到自己有改善 去改變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看開一點 正確的 安全 以及去關心身邊的人 大家有一個聯繫 是令到大家可以令到這個社區 建立好一點的時候 這件事就會少一些 是的 我們在避免期間 其實是否 為大家做一些好朋友 例如我們可以多些 跟其他人溝通 例如獨居的人 獨居的老人 或者情緒不是很穩定的人 或者你會覺得 他生活有些困難的人 你多些去尋找 就算是打個電話 或者發個電郵 只要看看 我最近 OK 安好 安全沒事 但是如果他一個人 真的等於中國人說的 鑽牛角尖 他不照顧自己 如果我有病的話 我不會知道自己有病 我要靠周圍的人 周圍的人 會覺得 為何你說的很奇怪 你好像情緒有變異 我怕你的行為變異 不如你去找幫忙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起到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沒錯 所以 記住 我們要去關心身邊的朋友 今集 暫時先過一段落 電話是416-979-8299 有任何問題 或者想多資訊 我們可以打電話回來交和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專業義工團隊 會幫到大家 今集說到這裏 謝謝你 拜拜 本信息是為了提高公眾對社區的資源認知 如果需要尋求專業意見 請致電416-979-8299 和專業人士聯絡